2009香港东亚运今天在中环的香港公园奥林匹克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宣告比赛正式节目 典礼由香港行政长官曾应全主持 中华代表团由于选手都在备战 所以由总领队林宏道率领职员参加 今年共有9个国家及地区选手参加东亚运 除了地主香港之外 还有中国、日本、南韩、台湾、澳门、蒙古、关岛以及北韩 升旗仪式结束后 总领队林宏道表示 希望所有参赛的中华队选手全力以赴争取佳击 我相信我们的运动员 我想他们都会全力以赴 为这一次东亚运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东亚运各项赛事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3日为止 本届比赛中华队一共派出239位选手 参加20种竞赛项目 全力以赴争取奖牌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